中华職棒新球季开打倒数了 桃园市长张善正 陪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去视察乐天桃园球场的整修工程 目前整个优化工程已经完成了80% 不过天气的问题影响草皮生长进度 在确保球员安全前提之下 能不能赶上職棒的球季开打 还要再观察 一语绵绵工作人员加紧脚步 整修球场不停歇 因为中华職棒新球季不到一个月就要开赛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桃园市长张善正 特别来视察乐天桃园球场的整修进度 目前的工程进度大致上会完成 如果完成以后还需要包括验收 包括试用的比赛 球场进度包括原来最为人购病就是排水 因为排水设施比较久 另外是草坪 红土还有座位 还有灯 刚才我们的院长也讲到 目前所有的工程都按照进度 桃园市政府表示 包括场地的排水以及喷罐改善 夜间照明系统优化 外野看台地平以及座椅更新等等工程 整修进度已经达到80% 但能否赶上球季开打时正式启用 关键在于草皮的生长状况 我们草皮直下距离后 大家也知道最近的天后并没有太多太阳 阴雨 所以草皮能不能长到不够的厚度 保障我们球员的安全 这是我们还需要观察的 张山正强调还是希望球赛能在桃园如期举行 只是天气实在不可控 还是得先尊重专业 以保护球员安全为先 3月底前会做最后的确认 在这个期间以防万一将和体育署职棒团队 一同讨论备用的球场